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尊言道 只要用于正途 召鬼之术亦非邪道 这教会贫僧一直铭记在心 原来如此 此地灵障混杂 仙魔难辨 大伙不妨先在此歇息 待贫僧放弃这试轨到附近搜索之后 再做打算 等等 有道妖气正向此地而来 大家小心 你们也是和他们一伙的 也是来拦截我的吗 在下不知姑娘所指为何 不过 强力伤势不清 让在下以术法为姑娘略作一致如何 不用了 我还能走 让我过去 咦 又有多道妖气向此地而来 啊 他们 他们追来了吗 他们 小鬼头 这回你跑不掉了吧 求你们让我过去 我打不过内人 诸位 咱们让他过去吧 谢 谢谢你们 我会记住你们的恩惠的 哼 竟敢和我作对 算你们有胆量 等等 瞧你们面貌人数 倒和他们描述的颇为相符 莫非在物谷中的就是你们 哼 阁下果然是妖人一伙 你知道就好 明皇丹音便是在物谷中被我们杀得大败而逃 你也想来试试吗 果真是你们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我的确想试试你们的本事 此人金发碧眼 颧骨高耸 面貌极是奇异 莫非是修炼了什么妖术魔宫之故 非也 此人乃西域湖人可能有波斯血统 听说 西土的妖术有其独到之处 既然这人也精通妖法 咱们可得多小心些 这人眼目 隐含杀气 坚之身上邪气极重 看来我们是非小心不可了 哼 次命清高的正派伪君子 给我杀 见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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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果然不是一语之辈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再客气了 让你们尝尝我的 飞天淫灭 飞天禁法 那不是传门中的两大禁法之一吗 飞天禁法威力强大 但亦会损你魂魄真元 你和我们并无仇恨 何若如此性命相拼 我平生最恨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伪君子 只要能杀击你们这些正派中人 这条性命有何足惜 你会决天禁法 决天禁法威力更胜飞天禁法 但一用便魂魄灭散 永不超生 你真的敢用 你有不顾性命要报的仇 我也有甘愿舍命保护的人 我们同是偏激乖章之辈 你该明白我不是在说笑 想要舍命保护的人 这好笑吗 不 你说得对 与其如此行尸走咒地为复仇而活 倒不如像你这样 用决天禁法舍命一击的好 看在姑娘赐教的份上 今天就放你们一马吧 后会有期了 凤姑娘 刚才此人狂言要用禁法 只怕并非虚言 多亏你在此巧计退敌 咱们才免得此祸 不 我刚才也是说真的 我想她是明白了我的心思 因此才退走的吧 不过 嗯 刚才那人并非真正的妖邪之辈 想是正派做了令她遗憾终身之事 她才会变成那个样子吧 如果下次再遇见她的话 希望能和她话题为友 别再如此拨命厮杀了 那得看她自己了 若之后他们伙同妖人为非作歹 咱们可也不能退缩示弱 说得也是 真一大事 现下可还能察觉妖人的踪迹 现在连半死妖气也无 刚才的追击术也毫无收获 想是敌方都已离开此地 既如此 咱们先行离开此地吧 兵大哥 既然敌宗已失 咱们不妨先出了太行山 再转向南往松山一趟如何 在下久闻中月之名 早就想一睹明山风采 只是此刻并非游山玩水的时机 因大哥想到哪儿去了 我是想先回四象门本门一趟 向师父请教一下 起见诸多不解之处 原来贵派本门就在松山 是啊 松山盘天岭 正是我四象门所在 我师父修为高山是不用说的 他老人家阅历见闻均极广博 有关这些奇无异人之事 正可向他问个清楚 可是我记得在向阳相遇之初 你师兄正四处派人捉纳你 险下忽然返回本门 不会有何不妥吗 这倒不用担心 我大师兄是带一头师 剑法上的造语不差 但他于术法的天资有限 交出来的徒儿自然可想而知 单独时我或许还怕他们三分 但现在可就不自为惧了 怕虽如此 我们总还算是登门拜访 尽量以不生事为夷 要是双方起了冲突 对尊师也是不尽 我知道了 返回本门之后 我言语上多些收敛便是 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如果我大师兄欺人太甚 也不用对他太客气 嗯 那便见机行事了 既然决定如此 咱们这就动身吧 哼果然不是 飞天进法 那不是传门中的两大进法之一吗 飞天进法 我平生 这样子应该要达成才对 然后我们选第一格看看 看来方才是鬼所探得的不止如此 还有这些妖邪在作祟 假使救命啊 此二人并非妖邪之属 看来是受困于此 咱们先救人再说 多谢几位大救 此地有妖邪作祟 幸得离天都城不远 还请二位施主 尽早返还城中 不瞒大师 我二人是为了离开天都城 才行至此地 本以为逃过门中之劫 没曾想 糟了 难道天都城中要挟自己 这 没没没 城中并无要挟 只是 大师 大师 他们二人想必有难言之隐 这城外不宁 大师可有什么辟邪驱魔的法子 既如此 贫僧这里却有福咒一道 若再与要挟 可保你二人平安 我 奴家总算见着高师兄了 让方姑娘久等了 你想拜师学艺之事 高某一有耳闻 可惜师父他老人家身体抱恙 恐怕 唉 你还是请回吧 奴家绝非胡搅蛮缠之人 听高师兄的意思 倒像是奴家要赖在这四象门不走 这话可伤了奴家的心啊 姑娘 哎呀 不不不 我并非要伤害姑娘之意 只是 奴家是该暗自离开 可一想到这不远迢迢寻进山门 便是不能拜师学艺 若能在四象门需要之时掠尽薄利 也当是了了心愿 姑娘的意思是 奴家略通一点精略之道 若高师兄不嫌弃 就留奴家在身边 帮你出出主意 如何 姑娘 这 这如何使得 哦 是奴家失言 还请高师兄不要见怪 也是 这四象门门中之事 也不该我一个外人插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姑娘能有这份心 我感激都来不及 哪有什么怪罪之说 师父他让人家染病 门中又有许多事要打理 还要想法子对付那下落不明的师妹 确实需要有人协助 此事奴家也略有耳闻 师兄师妹当有尊卑 往后那门主之位自然是归高师兄你 何况你那小师妹盼道离京 必是成不了什么气候 不提也罢 我那师妹本就不好对付 这回又不知盗走了门中多少宝物 哎呀 奴家倒有一计 凭咱们一己之力 或许要对付那小师妹不算容易 若能联合紫云空铜之力 这 虽听闻那紫云空铜两派掌门周崇诸浩有些能耐 可他们自诩中原名门 还使我四项门为旁门左道 苏无往来 恐怕不妥呀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这四项门由高师兄你来当家 若能联合那周朱二人得其支持 往后这门主之位岂不更加稳当 便是不能得其支持 那咱们也可放出风声 以宝物为诱饵 让那周朱与你师妹欲棒相争 到时候咱们只管坐收渔翁之力 哈哈哈哈 这倒不失为良策 方姑娘果然不简单哪 由你相助 四项门迟早入我囊中 到时 必不会亏待了你 乔高师兄这话说的 奴家哪是贪图什么富贵荣华 若非是倾慕你的为人 奴家可不愿趟这浑水 哈哈哈哈 你聪明绝顶 能得你相助 乃我之幸啊 奴家还通一些衣礼 若信得过奴家 这便去为老门主开计药方 亲自熬药为他老人家送去 可好 当真 若能治好师父的病 他没准就会对我言听计从 哈哈哈哈 那就有劳了 哼哼 还真是个草包 高师兄原来在这喝酒 让奴家好找呢 瞧你这闷闷不乐的 所为何事 哎呀 云儿你说 师父他老人家都病成这般 还要偏心那个妖女 仍是不肯告知我 关于那紫金网顶的奥妙 我当是什么事 若高师兄是为此而喝闷酒 可不知道 你有所不知 我到底是带一头尸来 这些年始终像个外人 而那妖女仿佛是师父他亲生女儿一般 处处袒护 门主他老人家年事已高 昏溃不中用 加之病重难医 高师兄何必把他放在眼中 这门主之位早晚归属于你 你 你懂什么 若不是师父他亲口传位 便是夺了这门主之位 我这心里也不自在 不痛快 高师兄 你 云儿 怪我 怪我喝多了 奴家自幼寄人篱下 师兄心中的苦闷岂能不知 哎呀 得不到师父他的真传 一切都是徒劳 恨只恨那妖女悟性颇高 恕法了得 师兄若想提升恕法修为 奴家倒能帮忙 只是不知师兄愿不愿意一事 哦 云儿还有这本事 当然 当然愿意一事 这是什么功法 怎么让人头皮酥麻 全身飘然 蠢货 待老娘吸干你的阳缘精魄 此内山人相受的秘法 能助高师兄你提升功力 感觉如何 舒服 舒服 幸亏有云儿相助 待我除了那妖女 到时候也好让师父他无话可说 只是 凭我一人之力 恐怕尚不够对付那妖女 云儿可否将此法也传授于我 好让我住门中的弟子们也提升提升 方才奴家只是掠师小技 若要这盘天岭上的门人弟子都得注意 只消我布阵练法 便能将此数法广施人众 使今佩服佩服 哈哈哈 那就有劳云儿在这岭上布阵 助我等一臂之力 啊 原是在用这试鬼探路 雕成小技 此前教授这几人功力已精进不少 看来老夫还需制取 不好 品松的士鬼遭人所服 看来咱们又与敌手了 这障眼法我见过 若我所料不差 又是那人的诡计 封姑娘的意思是 我说的没错吧 血隐诸圣 还不愿泄露真身吗 鬼老头 又在使什么诡计 呃 呃 呃 灵山老人的咒罚 果然了得 老夫中了他的符咒 你 动弹不得 什么 你是被 师父所伤 小妮子 老夫重伤如此 岂会框你 你门中有大事发生 咳咳咳 若饶了老夫一命 愿将四项门之事悉数相告 你上前来 封姑娘 当心 哈哈哈哈 小妮子 兵不厌诈 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 暗箭伤人 卑鄙至极 阁下已诡计伤人 看来是忌惮我们 不过 在这盘天岭下布阵拦截我们 想必另有图谋吧 哼 当日三阴明幻阵没能结果了你们 老夫怎能咽下这口气 偏是爱事之人屡次搅乱老夫计划 小妮子本以为 平阁下至谋 应是谋划布局之人 没曾想去屡屡做打头阵之兵 哼哼 你 一派胡言 老夫奉命拦截 在这灵脚截过来儿等 就是大功一见 看来这盘天岭上 却有阴谋发生 告诉你们也无妨 反正谁也没命离开 四象之劫近在眼前 哈哈哈哈 咱们还与这鬼老头啰嗦什么 一口气结果了他 再上盘天岭去便知 哈哈哈哈 如今你们损兵者将 还敢有这样大的口气 先问问这些小丝们答不答应 四方凶魔 除 凤姑娘你受了伤 且在旁休息 让我们来对付这奸邪之徒 紫凤姑娘 我来助你 找印度的书法 紫凤姑娘当心 各自为战损耗颇大 还需咱们合力破阵 没想到你们的功力又增进了不少 是老妇 老妇大意了 哼 那日让你这鬼老头逃脱 今日就让你赠身于此 哼 好恨不吃眼前亏 急 可恶 又让这鬼老头变法子逃脱了 封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封姑娘 方才为本门一事险些大意 想我门中必有事发生 连累诸位了 封妹子 哪里的话 咱们这一路同行也闯过不少难关 若非志同道合 我早回京请罪了 走吧 咱们这路上盘天岭去一探究竟 嗯 上官兄 谢谢你 封姑娘 封姑娘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我方才不让她上阵应敌 殷公子多虑了 封姑娘许是因不解师门之境才闷闷不乐吧 走吧 那邪影诡计多端 咱们不可掉以轻心 不为当心 看来那邪影还不死心 竟在此地布下妖邪 唯有这一条过岭之路 咱们只能先清剿了这些妖魔 我刚才说过 天玄门一行 这是求见贵派掌门灵山前辈 有要事想与他老人家求教商议 此外 并无他意不轨 咱们照着道上规矩正式拜山 就算你们不想放我们上山 也用不着兵刃相见吧 少啰嗦 掌门师兄言道 我四下门正知多事之秋 不许旁人善进盘天岭 否则不管河门河派 一概格杀勿论 你们既然上得山门来 就别想活着离开 哼 好个四下门 竟然如此蛮横无礼 应某倒要看看你们能否阻截我等下山 哼 那便让你见识见识 华儿 爹 爹和师兄们留下断后 你快沿原路下山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 就说盘天岭上确实有变 请他们立刻登岭强行攻山 不需要再犹豫迟疑 爹 那您呢 爹且战且退 慢慢离开此地 你别担心爹 快去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他们 不然只怕要吃了 嗯 我知道了 哎 好像有人先来了 瞧他们的服色 那是我们天玄门的道府 那是 那是我师父和师妹 是谁 爹 是大师兄 师父 师妹 你们没事吧 这是怎么一回事 平儿 不 殷少侠 别忘天玄门现已和你毫无瓜葛 在称位上可得改一下 怎么 尊驾也是来与天玄门为难的 弟子万万不敢 师父 师父何出此言 在你身边的不是灵山老人的爱徒风寒月吗 你离开望剑锋不过粤鱼 便勾搭上了四项门 难道还想装吃卖傻 陷下情势与我不利 你只需和这些四项门人前后夹击 天玄门便会尽数覆灭于此 你岂不就立了一大功劳 启离师父 封姑娘是和弟子在途中相遇 弟子和四项门实无关系 只是为了向灵山前辈请教才上盘天玲来 不知师父何以和这些四项门人动上了手 其中缘由经过还望师父见告 哼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些家伙不但不许我们上山 还不许我们生离此地 既然他们蛮横至此 大伙也只有刀剑上见真章了 大师兄 前些日子子云派的周师伯 空同派的周师伯前时来告 说四项门本坛所在 嵩山盘天岭上黑气大作 似是有人在使用邪法妖阵 因此联络三派一起问个究竟 咱们天玄门早到了些 本想先上山拜见岭山老前辈 不料刚到山门就被这些四项门人组住 盘天岭山有黑气? 这不可能 师父虽然精通正邪两派术法 但从不为损人利己之事 我在盘天岭住了十八年 并未见他用过任何阴毒法阵 你们想必是看错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如果临山老人不是在上面 做什么见不得人之事 为何不惜动手杀人灭口 这分明是作贼心虚 不问可知 封姑娘 这些四项门人也算是你门下师弟 可否先令他们双手霸动 其余纷争 待会儿再凭道理如何 他们都是我大师兄的手下 我未必号令得动他们 而且他们眼中都带有一样红光 显示被某种妖术所获 我相信师父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 但由这种种事端看来 盘天岭上定然有变 我得去查个清楚 即使如此 我们必全力助你 嗯 我们一行交情匪浅 要带你们上山自无问题 但你师父和师妹既是外人 一伙人留在这又会爱手爱脚 不妨先叫他们下山等候我们消息 可是我师父和四象门人一触即发 此刻他们便是想退 只怕也不容易 那些门人所中的妖术 应非一时三刻能解 眼下情势危急 我们只好也入阵冲杀一番 让你师父和师妹等趁机退走 至于那些门人 只好算他们倒霉了 既然凤姑娘这么说 就怎么办吧 我们想要给他一场门人 对付 盘天岭之边 弟子定会设法查明 只是留在此地诸多凶险 请师父待会儿边战边退 四象门人等 就交给弟子一行对付 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花儿 你赶快下山报训 有你大师兄在后面掠阵 你大可不必担心 嗯 大师兄 那么爹就拜托你了 小师妹 我一定会全力获得师父周全的 你就快去吧 我明白 大师兄 你自己可也得小心些 嗯 你放心吧 好 我就想 reach 它 走出来 走 走 走 緊迫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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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许多了 今天梦你和你的朋友之助 我们才能平安脱险 真是多谢你们了 师父 这本就是弟子所应为之事 不过此地不宜久留 请师父快带着师弟们下山去吧 你们待会儿还要上盘天岭吗 是的 弟子答应过 要帮风姑娘查明此事 待真相水落石出之后 弟子必会向师父降加禀告 诸位 我那高师兄诡计多端 想必在这通往盘天岭的山道上 设下不少埋伏 看来只有那处 不好 是妖邪之气 我这些妖邪 究竟是何人作祟 风姑娘 诸位 通往盘天岭之路 看来多有阻拦 我记得还有一条密道 可直通岭上 那入口就在附近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还请风姑娘带路 一行人由风寒月带路 最终进入密道之内 其实这密道我也没有来过 只是师父曾经告诉过 我有这么一个地方 还好我没记错位置 等等 里面似乎有声音传出 这密道到这里果然就宽了些 似乎是个女子的声音 这密道显然还有其他人在 大家小心点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这密道中 糟了 我没想到也会有人想到 要走密道下山 姑娘不像思想门人 眼神看来也未受妖术所获 为何会和这些思想门人混在一起 想必你们就是高师兄所说的叛逆一伙 盘天岭上被你们弄得昏天黑地尚且不够 还千方百计地想上盘天岭来 难道你们非要灭了思想门才甘心吗 姑娘你搞错了 盘天岭上的乌烟瘴气不是我们的杰作 我们就是为了查明这件事缘由 才设法要上山的 少骗人了 高师兄都告诉我了 听说你们之中不乏法力高强之人 或许法术治不了你们 但我手中的刀伦可就不同了 且让你们尝尝我寒家刀伦的厉害 小妹子 我们没有骗你 殷大哥 想必我大师兄对他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谎话 我们再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 不用白费力气了 既然如此 不如先将他打倒 之后再慢慢向他解释 待会儿大家对他下手倾斜 别伤他性命便是 此风姑娘此技不错 就这么办吧 喂 小妹子 咱们这就领教你的刀伦绝学 你可不要客气 你放心 我自然不会客气 这位师兄 请你回去多找几个人来帮忙 大伙上 知道了 我的同伴已经去请求支援了 奉劝你们快投降吧 否则将会尸骨无存的 施主此言未免太过果断了 对啊 女娃儿不知道俺的厉害 才敢这样讲的 奉门主令 前来捉拿叛徒封寒月 我没有 风姑娘 别难过 一切 等我们上山见过灵山老人前辈再说 哼 你们还想平安地上山吗 哼哼哼 女娃儿别乘口舌之力 能不能上山 我们手上见真正 哥 对不起 妹子 没办法帮你了 想不到我竟然输了 她伤势不重 以仙法回复她的元气就行了 你们 你们为何要救我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 你又不是妖人一伙 犯不着豁出了性命相拼 先把你料到 只是全一致计罢了 怎样 现在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了 嗯 你们的确不像坏人 可是 小妹子 四象门首途之一的风寒月就是我 我不知道大师兄在你面前怎么说我 但我自小在盘天岭出生长大 比谁都担心四象门的安危 不管你现在相不相信我们 到了盘天岭上 见了我师父之后 一切自有分享好吗 再怎么说 我败在你们手下 还蒙你们救了我一命 你们要上去 我也是阻止不了的 只是 小妹子 你还有何为难之事 就都告诉你们好了 家兄由于自幼体弱 数年前投入四象门中休息术法 这回我在探望他时 正巧盘天岭上发生怪病 多名弟子莫名其妙的日渐枯寿 像是被吸干了体力一般 而家兄也在离病的弟子之列 没想到我才离开盘天岭不久 便已出了这等事端 然后呢 高师兄说你因背叛师门 被竹下盘天岭后怀恨在心 不但抢夺门中宝物 还预先施展阴毒邪阵 吸取岭上朱弟子的惊魂 如此在宫山时便可长驱直入 一派胡言 这等邪法我何时学过了 高师兄还演的 这妖阵威力如此强大 你们这帮人定在附近 只要能杀了你 这妖阵便不破自己 我担心兄长的病情 于是自荐带领门人下山搜索 希望能找到你的踪迹 看来妖阵之事不假 定然是有人在盘天岭上弄鬼 吸人惊魂的妖阵非比寻常 咱们若不赶快阻止对手 不读这姑娘的兄长性命不保 连我们自己都有莫大威胁 既然子风姑娘这么说 咱们赶快上盘天岭看看 诸位 可能够容我一起同聚 这自无问题 不过先前你还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恶徒 没想到这么快就相信我们了 这 因你们的外貌形事迹所言 也都合情合理 相形之下 倒像是高师兄告诉我的 才是谎话 只是我挂念家兄的病情 心里乱了方寸 所以才冒冒失失的就和你们打了起来 你关心令兄的病情远也在所难免 你就和我们一起上盘天岭好了 到时候要帮谁 你自己再见机行事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我叫做韩千秀 我韩家独门任轮刀 领难一绝 功可积远 乃各派兵任所不能辙 虽然我功力尚浅 但总可帮上一点忙 待会儿墙上盘天岭 想必难免一场激战 就有了韩姑娘出力了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走吧 嗯 只希望师父他老人家还一切安好 什么人 站住 我叫韩千秀 打领难而来 家兄在你们这四项门中修习法术 此番由我代为探望 还请这位师兄带路 啊 原是那个病老鬼的妹妹 什么 那个 门中因宝物失窃 高师兄吩咐 任何人不得进出山门 你还是请回吧 别与我们为难 岂有此理 我来探望家兄 与你们山门失窃有何关系 让开 小妹子 念你是那病 门人亲倦 咱们也不与你计较 快快请回吧 否则休怪我们翻脸不过 不认人 哈 本姑娘早就想领教你们四项门的术法 既然你们不愿带路 那便与我比试比试 尝尝我这刀伦的厉害 哎哟 女侠饶命 女侠再次等候片刻 我这就去通报高师兄 还不快去 韩家妹子消消气 别与这些废物一般见识 近来这门中不太平 他们确实是奉我之命 哼 他们无理在先 还敢对家兄不敬 我这才教训了他们一番 俗话说 不打不相识 韩家妹子还真是好本领 高师兄不见怪变好 家兄何在 怎么不见他来此 我也正是为此而来 不瞒妹子 韩师弟他不幸染了怪病 危在旦夕啊 什么 家兄虽体弱 却一直无病无灾 好端端的怎么会染了什么怪病 哎 你有所不知 这一切都怪我那师妹风寒月走火入魔 若非他盗保离家 又在这盘天岭上施展阴毒的邪阵 吸取门中弟子惊破 这才 吸取惊破 那风寒月实在可恶 高师兄可有什么化解之法 办法倒是有的 只需将那叛道离京的妖女除掉便是 可他并不好对付 恐怕 何处寻他 韩家妹子别急 为了这门中弟子的性命安危 我已经着人四处布置 那妖女定会自投罗网 只不过 现在正缺一个武功身法高强之人 为了家兄 我愿一试 我早就对韩家刀伦绝技十分仰慕 若能得你助阵 自是再好不过 那就有劳韩家妹子了 万不可让叛徒一伙 再闯过这最后一道关 师兄弟们 一起上 我不是叛徒 风姑娘默契 咱们先闯过这里 一切真相终会大白 诸位 出了密道 我就带你们往九药知经去 师父他老人家 风姑娘放心 待会儿无论发生何事 有我们一行在 必不会叫你吃亏 师 师父 小师妹 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 你从小行事举止就十分特别 总是让当师兄的意料不到啊 师父 您身子可大好了 哼 我总算还没被你这个孽徒给弃字 你不服试金管术 私下盘天岭 还带了这一堆外人从密道进来 你可知道你已犯了几条门规 师父 弟 弟子 听好本座令狱 即刻交出你们身上所有兵刃法宝 并乖乖束手就擒 我就饶了你们这一帮朋友的性命 师父 这 风姑娘莫慌 这些话不是你的师父说的 是你师父旁边的妖女 在使传魂入音大法 什么 你们死到临头 居然还有闲暇胡言乱语 子枫姐姐 你说的妖女 就是站在灵山前被身旁的方云方姑娘吗 韩姑娘 这个叫方云的女人是何时来盘天岭的 这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上一次来探望家兄时 他好像还没在这里 我只知高师兄常赞他聪明绝顶 对他凡事言听计从 子枫姑娘 那迷魂妖法 线下能解吗 只怕一时三刻是解不了的 况且盘天岭刺客被妖气笼罩 破着妖法更是困难 看来一切得着落在那妖女身上 不过若和她动起手来 她肯定会驱使风姑娘的师兄和老先生来对付我们 只是这场仗看来是非打不可了 疯姑娘 待会儿若不得已向你师兄和师父招呼两下 还请你多加恕罪 殷大哥 不 我 四项门人听令 诛杀这叛逆一等 凡事立功者 老父必有重伤 封姑娘 眼前的灵山前辈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如果你心软退让的话 不但你自己性命难保 还可能连累大伙进阶尘尸在这盘天岭上 我明白你和前辈的师徒之情 但此时可得以大局为重 封姑娘 你先退到后面去 如果你不愿动手 前面就由我来当好了 不 我 我要亲自和师父做个了断 你们不必担心我 尽管上边师 众门人听令 凡讨灭叛逆者 重重有赏 给我杀 师父修尾身后 我不信的迷魂妖症能将他完全蛊惑 殷大哥 我定要到师父跟前去 我自幼在师父膝下玩乐 他冥冥之中定还有一念残存 既然你亦如此 封姑娘 余下的事情就由我们解决 师父的确是要同我说些什么 是我 我是月儿啊 见识里面 月月儿 师父尚在眉省糊涂当中 但这妖法定是可解的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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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月 月儿 妖女 看你还有什么花样可耍 刚死的生魂果然是最好的 多谢你们出力帮我杀了这许多四项门人 有了这许多生魂怨灵 我的魔阵就可以完成了 高士经这傻子见色就忘了一切 我只用了些小手段就弄得它服服帖帖 我在盘天岭布阵吸取弟子惊魂 甚至暗中对它师父动手脚 这蠢驴居然全没察觉 寒无伤 原来是你 反正你们马上就要归天 让你们知道真相也无妨 刚风卷日 幽月华生 鬼目天章 万魂极艳 黑眼盈穷 明火燕镜 这是 这是邪天黑眼镇的咒语 邪天黑眼镇 居然胆敢施展这种邪镇 师父 您没事吧 不愧是灵山老鬼 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没归天 不过我看也快了 因杀寒无杀 好个咬你 很好 因七霞之光 鸣熙天花 青轮印灰 破明竹暗 举为千圣天皇 师父 您的身子不能 妖孽 化成灰吧 师父 师父 月儿 我 我不行了 你师父 天资不足 继承不了我毕生惊严的绝血 四乡门今后 就由你继任掌门之位 门内弟子谁敢不从 一概格杀无论 月儿 还有一件要紧之事 要告诉你 在这九药之厅下 由我毕生收藏的典籍发报 这一切 就都由你继承 师父 师父 想必是那邪天黑眼阵唤出的妖邪 诸位当心 岂有此理 这些妖邪 我来应付 咸鱼前辈 我来助你 一切都由你继承 这些妖邪 也不受许 我来助你 太妖邪 这些妖邪 这个妖邪 这妖邪 你继承 这妖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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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看来盘天岭上有一场大乱 此刻四象门由谁做主 小女子封寒月 刚刚接任四象门掌门一职 各位长辈师伯光临盘天岭 不知有何指教 林山老人孤傲自大 向来没把我们三大派看在眼里 四象门和我等积怨多过交情 便要落井下石也是合情合理 今日林山老人归西 你们又自相残杀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今日三派齐聚山下 原就是要兴师问罪 四象门向来正邪不分 在盘天岭上设下这要命的邪阵 实在令人发指 依我浅见不如今日和三派之力 一举挑了这罪恶冤病 你可谓天下除一大患 师父 两位师伯 这邪阵乃外导妖邪所设 与四象门并无关联 弟子可以为证 殷大哥 这些人本就不怀好意 他们趁着师父去世 本派元气大伤之际 对我威逼恐吓 想占这县城便宜 和他们多说无意 嘿嘿 你知道就好 那我们也不拐弯抹角了 只要你即刻解散四象门 归入我三派门下 并乖乖交出猪斑密藏法宝 就饶了你们一干人重的性命 否则的话 今日中原三大派剿灭四象门 踏兵盘天陵 陵山老鬼地下有之 只怕会气得吐血 哈哈哈哈 我师父临终之际传我掌门大位 我岂能有负他老人家的依托 要我散派献保 除非我死 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喂 你们这是什么中原三大派 只会趁人之危欺负一个女孩子家 你们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 我第一个看你们不起 风姑娘 你放心 这些兔崽子若敢对你动手 我上官员一定助你 假人假意枉负侠名 看了就令人有气 我刀下向来不留卑鄙小人 风姑娘 待会儿也算我一份 谁敢帮着妖女 便视同妖魔一伙 一病除灭 师父 四象门与三大派剑 却有许多过节 但君妃深仇大怨 若您老人家肯出力 居中斡旋排解 定可消灭这场杀戮惨货 师父 您生性清高 自不会与他们两位一般见识 弟子求您做个公道 劝两位师伯收兵霸道吧 应斩门 不愧是你教出来的徒弟 说话口齿伶俐 大有道理 可惜却偏袒要挟一行 你说这却该如何 周兄 他已经被我逐出门下 不再是我天玄门弟子 他的言语行止 皆与我天玄门无关 到底是你一手带大的徒弟 怎能说和你无关 我早就说到 这等妖魔之后 当初就应该一件事了 留他下来终会成为祸端 当日若不是你发了善心把他养大 今日就不会有他来和我们作对 周兄 当日我们不是约好了 绝不再提此事吗 事隔多年 还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你不再像当日那样心软 待会儿咱们就将在场的全都杀了 包括一了百了 师父 朱师伯刚才 刚才说的邪魔之后 是什么意思 哼 这个就由我来说好了 你母亲是地界的魔鸡 你爹不知怎么的迷恋上了她 所以才有了你这个孽种 当日我们联合三派好手杀了他们夫妇俩后 你师父忽然大发善心留你一命 还抚养你长大收为大弟子 英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可真是你的不是了 不 我 我不相信 师父说过 我爹是他的同门师弟 和我娘因为疾病双手去世 所以才由师父将我养大 嘿嘿 你师父狂言骗你 难道你还深信不疑 你师父陷下就在这里 你何不自己去问他 辛仇旧恨也以盖棺定论 我不愿多说 但如今四巷门刚遭此中劫 我天玄门自古是正道中门 自不会做落井下石之事 诸位自求多福吧 唉 我看你们还是余孽未了 封寒俊 刚才我们说的要求你到底答不答应 我早就说过了 要我散派献宝 除非我死 嘿嘿 那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 众弟子在 听令 齐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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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ಙ beim 供折罪 你们师父尚且被他一剑斩死 你们这些徒子徒孙有个屁用 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待在原地吧 可 可 在竹林之中 承蒙阁下见下留人 不宜今日又在此地相见 阁下这回光临 不知有何指教 本座今天虽然是为杀这些兔崽子而来 却听到了一件与本座大有关系之事 可得问个清楚不可 师兄 你说是不是啊 恭喜你练成了无上飞剑之法呀 师弟 师兄 听周崇和朱浩那两个废物之言 眼前这少年是本座的儿子 是吗 哼 当日一面之人 留下了这个祸根 师兄不必抢作此言 你的心思我清楚得很 当日你连同外人围杀我夫妇俩 想必事后心中也是十分内疚 才会留下我儿子一命 只可惜 当日我重生后在地界静养了七年 之后又忙于一统天地众魔 无暇去管天选门内动静 不然我父子俩也不用等到近日 方才见面 师父 他 他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 这些年来 师父您对弟子处处提防 从无此色 即使弟子练功有成 师父您也冷言冷语 让弟子心灰意冷 难道都是为了这个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已经对你仁至一尽 但今后你若投入魔道 你我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你听清楚了吗 师兄 我是感念你抚养平儿之恩 这才饶你一命 怎么这会儿又开始饶起蛇来了 就算你活出了性命 你这一杆徒子徒孙的性命 还要不要 自古正邪不两立 你既已堕入魔道 便是我天玄门之敌 祖师爷曾说 除妖灭邪大义不辞 倘若天玄门今日要再次覆灭 那也是天意如此 不给你们点厉害 瞧瞧 我剑邪倒给你们瞧得小了 好 就先拿空铜派和紫云派的兔崽子 来血迹立威 这位前辈 爹 好儿子 你想求本座饶了这杆仁灯 那当然行 只要你随本座回地界幽都 以你的天资修为 当可成本座的左右手 爹 孩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入魔道的 若您当真以无辜之人的性命相比 孩儿也只有以下犯上 战死即便了 好孩子 你的性子就和本座年轻时一个样 所谓正派的嘴脸 今日你也看得很清楚了 你好好考虑 至于这一帮兔崽子的性命 看在你的份上 就暂且饶了他们 多谢爹不杀之恩 平儿 咱们后会有期 希望下次相见之时 可以听到令本座满意的答复 殷大哥 原来你在这里 我问过了大家都说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我有点担心 没什么 我只是来这里赏约散心罢了 今天你师父一行要下山时 你小师妹跟我说 你和你师父谈过话之后 脸色很是难看 要我好好劝劝你 到底 到底你师父说了什么 他说 我的母亲是地界 长统妖魔的幽毒之长 名叫幽济 他为了消弭地界与人间之争 来到地上探查人间的虚实 结果 却撞上了我爹 两人一见钟情 于是 就有了我 我娘虽然修为十分高超 但怀了我 便法力全尸 我爹怕那些自以为是的正派中人加害于他 于是将他 藏在天旋门内院中 当时我师祖还在世 他老人家心胸广阔 并不忌讳正邪之分 并因为我爹和我娘这一对 可以化解地界人间千年来的争斗 而同意隐瞒此事 岂止 岂止已经分娩之日时 师祖忽然去世 临终前未及交代 继任掌门的人选 师祖三个弟子之中 以我爹悟性修为最高 我师父虽是大弟子 但向来不受师祖喜爱 当时中阶相信 师祖会让我爹继任掌门之位 师祖骤然去世 等于是给我师父一个机会 他只要对外泄露我娘的事情 我爹变成似同妖魔之人 绝无可能继任掌门之位 岂止空童和紫云派的 周虫和朱浩两人 听说此事后 居然想以我娘为之 威逼地界幽都投降献保 就跟 就跟那天在九一大厅一样 他们约了不少散人同道 要趁我娘分娩后 缘起大伤之际 联手合击 而我师父 受他们胁迫 连想罢手也已不能 而我那位师叔 不耻自己师兄所为 虽在一天夜里 离开了望剑坊 是日 彼等雍众闯入门中内院 威逼我娘就寝 我娘知道落入这些小人 手中必定无形 于是和我爹拼死抵抗 然而敌人实在太多 我爹站到立即 一不留神 竟被斩下一臂 我娘眼见如此 便舍命使出决天禁法 将敌人烧杀净进 我爹拼着重伤 被起我娘的尸身冲了出去 竟然无人能挡得住他 中原众派之中 尽是些卑鄙小人 也难怪你爹深恨中原三大派 尤其是诸州两人 他们被你爹飞剑所杀 的确是罪有应得 是啊 他们本想将尚在强堡中的 我一并杀了 幸而师父挺剑相护 这才保住了我的性命 师父当日一念之差 造成如此结果 我想他内心是很懊悔的 也难怪 我越是擒练武功 师父就对我越是猜忌疏远 因为他这个心结 一直没有解开 他始终怕我有朝一日 得知往事之后 会找他来寻仇 银大哥 你师父真是多虑了 我知道你最是感念 你师父的恩德 绝不会为这种事 就发脸报仇的 是啊 只是此刻 那些紫云空童弟子 想必已将 我是妖魔之后的事 传遍天下 从此领观天下 方知天地如此辽阔 而我 则与当日出下山时一般 不知何去何从 银大哥 如果你不愿留下来 我这掌门也不当了 今后你要上哪儿去 我都跟着你去 就像当初咱们出 襄阳城后一般的 快活自在 好吗 这可不成 灵山前辈留给你 这弱大基业 难道你一句话 就把他抛在身后 我不管 有人爱当掌门 就让他去当吧 我只在意 英大哥你一个人 英公子 并非没有其他的方法 英公子 依我之见 令尊策使四邪 截夺赤油双脚 释放赤油天魂 目的就是要复活这个上谷魔神 我知道世上有一柄上谷神器 可以号令天地神魔 赤油当年便是败在此剑之下 若你能设法得到此剑 不但可破坏令尊的图谋 更可威慑中原那些 自以为是的正派 真有这么一柄剑 是的 这柄剑叫做九仪天尊剑 据说这柄剑 是皇帝用女娲补天 剩下的七色十子炼成的 之后他曾受天地圣法御封 其威令四方神魔未服 几乎可说是天地间神兵之尊 故得此九仪天尊之名 那这柄剑如今藏在哪里 其实我也不清楚 逐鹿之战 先祖皇帝用此剑 斩下赤油的头颅后 发现此剑吸收了赤油的魔血元神 以为不祥 于是秘密地将它封在地界的某处 幽冥玄幻 地界阴关 地界乃是妖魔与鬼灵的入处 并非凡人可入之地 更何况地界如此辽阔 神剑被封在何地 要如何去找 只要道行够深 或有合适的法宝 即使凡人也能够升入地界 而此剑既有如此神威 宝光必定赤如白日 寻来自不困难 原来如此 子凤姑娘真是见闻广播 虽说要如何进地界还没有着落 但总算是有了条路 子凤姑娘 今后于此还得请你多加指点了 子凤 那把剑凡人是不能碰的 我不是说过了吧 前辈 原来你们认识 子凤 你该知道那匹剑威力无比 不可让它落入凡人之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明察暗访这么久 应该知道那批妖人 想要复活携神吃油 此事非同小可 即便动用神剑也不算过分 何况殷公子的为人 你我都能清楚 可以安心把剑交给他 话虽如此 然而当初皇帝为何 画偌大功夫封此剑于地界 这其中必有缘故 若此剑再次献事 只怕会引起莫大凶险 与其冒险动用此剑 不如回去借四天兵将 围剿持油来的省事 不成 一来这是人间自己弄出来的事 天庭未必肯管 二来只怕天火狂雷过后 人间顺成焦土 庶民死伤流离不计其数 这和赤油复活后有何差别 瞧你这个样子 你是执意要带他们 去寻找神剑了 看在昔日交情上 我不会爱你 但别以为我同意你的见解 他们想要九仪天尊之剑 得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什么 很简单 他们须得胜过了我才能取剑 我可以告诉你们 神剑封在地界幻海的赤炼渊 我会在那里等你们 不过现在提此事还早了些 我差点忘了 今日是所为何来 任文奇想 前日我四处勘察时 经见京城顶上被层层黑气笼罩 此事又有人在摆什么阴毒法阵 以那黑气之盛来看 此阵威力非同小可 事宜要劳烦你们前去看看 咦 胆敢在天子的脚边弄鬼 那些妖人竟有如此能耐 不论如何 事关京城数十万条人命 此事绝对轻忽不得 我这就去通知上官大哥他们 明天一早便向京城进房 事情既已交代完了 我就不打搅诸位雅兴了 咱们京城见